当中国组合黄博文和梁朝辉在比赛中出现失误后 场下的中国观众一脸名重 因为就在刚刚 德国组合凭借出色稳定的发挥 一跃超越了中国队排在了第一的位置 就在大家都认为两名中国选手 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及时做出调整时 没想到黄博文和梁朝辉再一次出现失误 这也使得和德国队之间的分差越拉越大 场下的中国教练也是一脸名重 那么中国队能否捍卫在跳水项目上的地位呢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是成都大运会男子双人三米板的决赛现场 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来自广州体育学院的黄博文 和来自山西大使的梁朝辉 此次比赛 他们两最大的竞争对手 是来自德国的组合 马森伯格和卢比 马森伯格曾拿到过世界杯的银牌 实力自然是非常强的存在 这是德国选手的第二跳 反身跳水 反身的具体入水 这是一个走板的动作 两个人走板起跳到整个入水的一致性还是不错的 水花压得还不错 拿到了48分